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就读于深圳大专的软件技术专业 目前是达尔的学生 美术经历之前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我是从中专考大专 中专的学的是动漫与游戏制作 但是教学的内容和质量确实不太好说 到了上了大专的时候 之前学的美术的基础呢 基本已经忘了 加上自己对这个场景 游戏场景的全流程的各个软件 完全没有听说过 除了自己建模 软件在B站上看过一些教程之外 其余的像 虚幻引擎5 SP SD Zbrush World Creator SpeedTree 等等 是完全没有接触 甚至是没听说过 所以说我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小白 我就讲一下这个前期的规划 我的这个电脑配置呢 目前用的是i7UR700H加30606G的显卡 加上16GB内存的笔记本 这个电脑 这个在学圆化阶段 我自己最开始选了很多非常喜欢的原画 比如说像这两张 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太过于这个萌心 或者说是零基础 所以当时并没有判断这个作品难以程度的能力 我选的这个原画呢 的难度对我来讲可能过高了 我当时是比较天真的认为 我是可以完成这样复杂的作品 但是魔动老师给了我几时的反馈 给了很多的建议 我才收手 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最开始选的一些原画 这两张 经过我们的老师建议之后的话 他把这个原画的难度和规模都调低了 是有这几张原画作为备选 最终选择的是这张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画的作者 是Alex Shin 然后呢大家在Artstation上可以搜到他的主页 然后这个原画的名称是Blue Church 这里有Full Times of Day 就是有四个不同光照环境下的同样的场景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有他设计的四种不同的光照 这个是偏夕阳 这个是偏阴雨天 这个是夜晚加上银河的效果 咖啡同学 模仿还原的 是这幅晴天的效果 好我们回到咖啡同学的叙述中来 制作的过程 因为是以还原为主 所以我在主体部分没有 在参考没有下太多功夫 我主要是在找画面之外的一些参考 我看了摩登班的一些其他同学的作品 也参考了一些国外艺术家 他们做的环境 之后就是开始真正的制作 那么在白河对镜头的过程 对我来讲是比较痛苦的 我虽然知道很多 在虚幻5上 或者在其他软件上 对齐原画的插件也好 工具也好 但是我是想让自己多加练习 所以我在这里的做法呢 是基本是手动 在对这个角度 这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截图 放到Photoshop里面 进行了一个对比 而他最开始为了这个透视的准确性 是把摄像机拉得很远 后来又通过调整摄像机参数 得到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果 这个期间 我跟摩登老师进行的频繁的沟通 因为是新手 所以我是一遇到问题 就会立马问摩登老师 摩登老师呢也会非常有耐心 并建议我 给我建议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让我先过一遍整个视频 或者是自己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后来又私下里花了很长时间 研究各种镜头的参数 最终是把这个透视跟原画大概对上 这个过程呢 就解决了我的问题 又提升了我的主动思考的 和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 这里是建模部分 在模块化的部分 我开始是有误区的 因为摩登老师的案例 是非常模块化的 因此我也认为 我的还原呢 需要进行模块化处理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建筑 用来做模块化非常合适 因为我觉得它 都是很简单的造型 元素也比较单一 但实际的制作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难点 比如说屋顶的形状 颗度都不一样 还有因为屋顶形状导致的 和屋顶衔接和墙壁的形状 也不一样 以及墙壁的各种尺寸 导致最后 在模块化拼装在一起的时候 贴图难免有接缝的问题 还有每个建筑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一套操作下来 发现几个建筑 竟然就是分了非常多 和细致的组件 而且这些组件的 复用率又很低 我开始意识到 这个场景 或这个建筑 用模块化来解决 并不能提高我的效率 反而会增加一些工作量 所以在这里的话 大家需要自己分析 对应的建筑 是否适合模块化 在和蒙特老师接触之后 交流之后 我又决定放弃模块化 单独地为建筑进行建模 但是本着不浪费自己的工作量 和秉承学习的原则 我在最中心最突出的建筑 依然采用了模块化的原则 进行还原 其余的建筑 都是独立的模型 讲讲SD部分 我刚开始接触SD的时候 我感觉是很困难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和细节 需要我去了解 就因为我是完全的零基础 所以在SD的环节中 我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 开始的时候 我主要去了解 理解各个节点的作用 比如说什么节点 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些节点的运行逻辑是怎样 以及为什么 就是什么和什么节点 可以搭配使用 再根据自己的理解 进行结合课程的内容 进行练习 这里可以看到 这八个SD的练习 是照着摩东老师的 课程里的章节的内容 制作的 后续是他自己作品的内容 好 后面我在还原原化材质的时候 本着检验学习成果 和学习原则 并没有找相关资料 找参考 都是按照自己的粗贴规划 进行脑补和手搓出来的 后面这七个文理 是他为自己作品制作的 我在这个迭代过程中 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就是这个树木阴影的问题 这里的截图呢 我是相当于是一次作业上的提问截图 这里问到了就是有阴影 不知道什么问题 发向切线空间等等 设置都检查了一边 这个实际上是在摩登的摩登班学习手册里面 有各种关于植物阴影问题的经验总结 大家如果是摩登班学员 都会得到这一套 这套东西 我只是打开了其中的这个关于 阴影部分 尤其是给这个风格化场景 我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调整它的AO 默认AO的形式 这里的是相当于16个不同阶段的截图 从开始到结尾的这个调试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咖啡同学 这个作品的变化 前期呢可能是一些白和白模 构图慢慢的就开始在里面加入各种材质也好 植被资产也好 到最后的话 更多的就是光影效果的这个调试 好 那么回到咖啡的这个文章里来 光影迭代过程和PPV 在PPV上的修改比较少 我只是改了Bloom参数 还有微调了一点阴影亮度和曝光补偿等等 场景的氛围主要还是利用了这个物片进行这个实现 关于特殊的shader和母材质等等 因为我本身是纯的新手 所以我并没有接触过虚幻隐情 其实完全不知道如何写shader 我只跟着课程里面学习了相关场景美术 用到了一些简单的这个shader 比如说混合贴图的母材质 RVT的母材质 还有就是在BGM上学习了一些关于颜色渐变的母材质等等 关于最终的竞争和动画制作的过程 我都是基本跟着课程的这个过程来走的 所以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 我就感觉是比较顺利就完成了 没有遇到特别的问题 但是我在最后渲染的时候 我的配置有点低 出出动画的时候 整个电脑会非常卡顿 这里我想说一下与老师和群组反馈的过程 这个前期的时候 我和老师的交流非常多和复杂 因为主要是我的经验比较少 主要的这些都是与引擎 主要想 主要的问的都是些与引擎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 这个某能老师还吐槽过我 要是把这些经历都放在最终实现效果上 其实会更好 后期的交流主要是在规律的直播中进行提问 在遇到的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 我都是想办法自己去解决 技术问题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才去找某能老师交流 某能老师交流的重点 实际上是我的美术方向的引导的问题 我想总结一下 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是经过了四个月左右的学习 从一个对这个游戏场景 全流程完全不明白的小白 到目前能完成这个作品的状态 说实话 摩登老师的课程对我的帮助是极大的 我认为是物操所值的 不仅能够了解相对前沿的 开放世界的制作流程 而且我还培养了自己的学习能力 完成这个作品之后的话 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改进的地方 这里就不再如何完成作品 技术层面上做做分享了 我主要分享一下 我这四个月以来学习方法上的收获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 摩登老师始终对我强调的是两个点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分析的能力 估计早期我对摩登老师轰炸 轰炸式的提问的方法 暴露了我的一个知名问题 就是我遇到问题的 是先求人 不会先想到自己 这个过程中 摩登老师就这个问题给了我很多建议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我能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不要所有的琐碎的地方都依赖别人 这个摩登老师说的这些话呢 自自扎心 但是都非常在理 他就像一个长辈的角色 后来我就开始有意的降低自己问问题的频率 主要的这些小问题 我都会主动去寻找答案 然后找不到再去问 得益于这个建议呢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搜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了 然后我感觉我的学习方法是有提高的 还有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就是审美问题 就是如何提高审美 什么是审美 怎么才是美 美的标准 是什么 这四个问题 这个我也反复问了摩登老师很多遍 摩登老师虽然说命题非常大 但还是比较耐心的给我进行解答 当时记得是在直播的时候 摩登老师就会拿出非常多的参考图来 分别分析每张图的优点缺点在哪里 好在哪不好在哪 期间不断强调就是你分析的一个重要性 以往我看了好看的图 顶多就是多看看 收藏一下就完事了 我自己是没有思考去分析和比对 这个直播之后的话就改变了我的看图习惯 我开始留意作品上的构图 色彩氛围等等问题 可是可能是美术的基础操作 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留意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些对好的画的画面的分析 是提升我这个审美的一个方法 我对我自己的职业发展的一些想法 我目前是大专大二 马上要毕业 我打算是专生本 这样我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去准备我的作品基因 最后我说一下我推荐的游戏和书 这里的话我就不得不推荐 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原神 和崩坏星穷铁道 这两个游戏 还有这个必然幻想的redink 这些游戏的美术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书籍呢 我是推荐这本书是 重书的概念设计的秘密 这里说一下 这个重书 在摩登班进行过一次免费的讲座 讲座的题目叫做 点线面的基础游戏中的POI规划 是3月24日 在摩登班内部的一个讲座 但是目前已经被 整理到了这个摩登班的免费设计课里 大家只要在CCtalk上 去搜索摩登游戏场景 摩登游戏DBN训练营免费设计课 就能看到他在章节4中 就是业内嘉宾的公开课 最后 由衷的感谢摩登老师 助教老师和风格化D班的同学 好 那这个咖啡的分享 我就给大家读到这里 这是一位大专学生 自己从零开始的一个学习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他自己在比较努力的情况下 在一个零基础的情况下 用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 完成了这幅作品 对应的这个课程呢 就是摩登的风格化班 这个班依然在进行 本周期得到6月30日 才正式结束 它的下一个周期 预计是在7月28开始 您对这个课程感兴趣 可以欢迎随时 找摩登班助教天杭 来进行咨询 好 那就是这次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